不管是電影巨星 知名歌手 还是运动明星 这些人在全球可能都拥有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穿着华丽的服装 在荧光幕上光鲜亮丽的模样 是一般人对他们的基本影响 不过事实上其中热心公益的人也不在小数 许多更获邀担任联合的亲善大使 他利用高知名度影响公众 对贫困或战乱地区伸出援手 在电影《霹雳娇娃》中展现俐落身手 以女打载的形象 在好莱坞打响名号华裔女星刘玉玲 最近就以联合国亲战大使的身份访问俄罗斯 但是莫斯科一起扑尔院 并且和院童一起画画 国际巨星来访一起一阵不小的骚动 还有人和刘玉玲一起摆出霹雳娇娃的招牌动作 除此之外 热心公益的他还参与联合国 为开发中国家提供干净水源的募款计划 每募集一美元 就可以提供一个儿童40天份干净的水 刘玉玲更亲自到落后的非洲村落 但是当地的人民 并且和妇女一块集水 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我认为 水不是只有一点关系的 水是一件关系的 水是一件关系的 孩子们和人们的教育 和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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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活的活动 它是生命中的 你跟妻子和妻子的外形 你认为她是 家庭暴力的问题 更要替她们发声 在舞台上总是性感撩人 歌声充满责心和爆发力的 拉丁天后夏奇拉 在演艺事业真正日上之际 也不忘记得投身公益 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夏奇拉 在十年前就成立慈善机构 帮助哥伦比亚的儿童 接受教育 夏奇拉也长期担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她不但亲自到偏远地区 探视失学儿童 更抛砖引玉 捐出数百万美元给儿童教育机构 这些明星四处奔走不遗余力 充分运用自身的影响力 让向来隐藏在台面下的问题 受到更多人关注 不但帮助了贫困地区的人们 更替自己在明星的光环之下 塑造出更令人尊敬的形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